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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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爭取時間 就是打電話來 問郭Sir 告別問題 事不宜遲 先聽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鄭先生 鄭先生你好 鄭先生早晨 是不是鄭先生 鄭先生 先跟進市場方面的消息 見到有大罕大摩去勸增持煤炭款的消息 見到煤炭股的確是做好一點點 但大家都知道煤炭來講 好像產能過剩的問題依然在圖 煤價一直走低 Morgan Stanley上調了煤炭股的評級 由中性上調去增持 指現在股值吸引 更加可以去到賣這個板塊 你怎樣看這個板塊的前景 其實累積的跌幅已經不小了 看看最大那隻神華 其實來講 由一年的高位35.45 跌到18.1 是沒有了50% 差不多50% 再看看中煤能源 9.04先去到3.66 何止50% 簡直是60%都有了 再看看顯周煤 14.48去到5.18 絕對有60%以上 即是電煤的價格持續 因為產能過剩 存量過多 而出現下調 這個因素 在股價的下跌當中 已經是反映了 或者是充分反映了 但我們看看實情是怎樣 中國裏面 現在電的需求仍然很龐大 而發電的原材料 絕大部分都是由電煤所提供的 垃圾發電是有 風力發電是有 太陽能發電都有 但相對來說 應用的層面來說 很大程度上 都是依賴電煤所發電的 不過當然電煤發電的環境 污染會比較嚴重 但撇除這一點來說 暫時來說 是沒有一種能源 可以立即取代到電煤那方面 提供的動力 所以在基本的需求之下 我不覺得電煤會跌得太多 只不過高投下來 暫時來說還是低軌 好似市場的一些看法 個別仍然是比較保守 最低行道 你沒有那麼快 價格是有得炒作或者上升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一種股份 很可能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但最重要都是看基本因素 剛才我提到 中國現在絕大部分的電力動力的來源 都是靠燒煤來提供的 是取代不了的 所以始終有一定的需求在 況且股價已經跌了很多 只是投資者要問問自己 你持有或者買了的話 你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持有呢 其實如果你有些說 我今天買明天有錢賺下個星期 我希望有上升的話 你會比較失望 但是作為一個中線的投資 如果不介意短期的反覆 現在這些價格的股值 全部都吸引的 真的全部吸引 因為有些跌了50% 有些跌了60% 有些跌了70% 就算有不利因素 什麼都反應了 當然知道 往後會不會挑戰一年的高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如果電煤價格 升得太多的話 電費上調的壓力是很大的 電費一加就會觸發通脹 影響到比較深遠 所以也不要抱著太大的憧憬 不過組合裏面 預留了一些資金 買電煤作一個中線部署 問題就應該不大 好 謝謝郭Sir對於煤炭股方面的分析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這個版法的最新表現 看到中國神華現在做21.25 升5.25 升幅接近3% 延州煤5.46 跌8% 中煤能源4元 升2元 行程方面升1元 現價是1.36 首降資源要跌6元 跌幅來說是超過2% 現在轉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接通有鄭先生 鄭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3.1元的水貨 回收 對股態有沒有影響 是 本身自己有貨 是不是 是 好 見到就是窗天白貨331 見到現價做1.19 跌的就是1 跌幅不超過1% 見到股價還行很久了 郭Sir 怎樣看這個股份 暫時很難搞 因為黃虎井國際的持有 已經是 即收購已經變成無條件 因為它已經是持有50.4%的權益 假設過二銀錢 這個收購價變成無條件 而你以後接受的話 最終來講 唯有簽字 拿回每股過二銀錢 或者在市場上沽售 把資金投資在其他板塊裏面 其實去到一個收購的時間 最終有些人高價買 當然希望收購不成功 因為收購成功的話 可能要除牌 但是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自己覺得 按現在這樣看 其實整個機會是不容抹殺的 因為第一 內地經濟下限的風險 是越來越高 一眾零售股 或者內需板塊的股份 其實暫時來說 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經濟下限 或者消費力開始放慢的話 一眾零售股 或多或少都會受影響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你持有這支貨的話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 接受收購 拿回過二銀錢 第二就是在市場上沽售 盡早拿回錢 然後作其他的投資 買回內銀行 買回其他股份也好 真的很無奈 當然收購會不會有出現變數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會不會加價呢 也不敢說 但最低限度這一分鐘 已經變成無條件 你要留意這一點 可以嗎? 鄭先生 是 聽得不清楚 聽得不清楚 是 是 3元買回來 3元買回來 2.8元買回來 2.7元 2.5元買回來 一樣如是 人家出的價是 過二銀錢一股 現在過二銀錢一股 我覺得對每一個股東都是 可能很便宜回來 6毫子回來 他都是過二銀錢 幫你買回來 不會因為你買入價多或少 而影響到收購價 剩下來 面對這件事 你是怎樣持住 如果你說 希望捱到最後一分鐘 才接受的話 我沒有意見 我真的沒有太多意見 但是如果你說 盡早安排 也可以 沒什麼所謂 肯定一件事 現在暫時來說 他已經拿到 50.4%的股權在手 如果他不提價的話 可能去到最後 過二銀錢 這個收購價 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三元買回來 是很無奈的 亦都不可以做太多的事 即是說 要不接受收購 要不在市場上買了 剛才我提到 謝謝鄭先生的電話 和大家順便跟進 內地百貨股 一眾股份 現在來講的最新表現 我們看到華創 現在這一刻 在做24.3元 跌2.5元 百成3.07元 升1元 貿易現在做1.3元 沒有升跌 銀貸百貨 8.02元 跌5元 金鷹11.06元 升1元 看另外幾隻 春天百貨 1.09元 跌1元 利福國際 15.82元 跌2元 高音零售 現在做10.9元 跌6元 聯華超市 現在做3.94元 升1元 郭Sir 不如跟進一下這個板塊 最近沒有人提及這個板塊 主要是因為 內地方面經濟做得差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 這些內需股 或者這些股份 好像吸引力比較弱 這幾隻股份 這一年內都是向低走 怎麼看這個板塊 是否不當炒 暫時來說 沒有太大的憧憬 幾年前 內地經濟比較熱的時間 大家記得 當時包括 春天百貨 其中其他一眾 來需的零售的股份 都是炒過不易落伏的 個別食品的股份 曾經高峰期 去到三十幾 四十幾 甚至接近五十倍的市盈率 我都見過 但現在發生什麼情況 經濟過熱的情況 已經慢慢慢慢過去了 反而經濟進一步 下行的風險 是越來越明顯的 技術上來說 如果你是消費減慢 或者消費意欲不高 甚至比較保守的話 絕對會影響到 一眾以消費為主要業務的內需股 包括百貨股亦如是 我不覺得這個板塊 短期之內會有太大的動作 反而大市如果進一步向上線 或者是250天線 或者是50天線 有些比較明顯上升的勢頭 暫時來說 第一首先是科網股 像騰訊 其次來說 內銀、內險、內房等 都會成為略為做好的領航股 但其他消費股份 暫時來說不行了 個別一兩隻跌得多 可能會有少許的技術上的反彈 或者是吹升 但大氣候的確還未到 尤其是在現在這一分鐘 反貪、反富和經濟下行風險 比較明顯之下 商場上的生意的確是比較淡薄的 我昨天看少許資料 原來溫州那邊 現在情況是比較嚴峻的 包括樓房的爆破之後 連到一些高檔的消費 汽車業或二手的汽車交易 都是少了的 百貨業更加不用說了 看照片 原來在周日來說 整個百貨公司行人都沒有幾個 可想而知 好 謝謝郭Sir 接著和大家接聽一下 為家庭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今次有陳生 陳生早安 你好 麻煩你 我想問一下392北京控股 我未有貨 想問這隻股幾千入 或者市應是怎樣 好 問到北京控股 編號是392的這隻股份 先問前景 再問股價方面的表現 未有貨的可否買呢 現階來說是54.85元 稍微升五仙 但見到過運這一月來講 好像做得一般 覺得都是向低走 郭Sir可否現在去買 其實全年的波幅都不是很大 65.4元錢到46.85元 屬於一直有反覆而沒有大升的格局 高台下跌了下來 其實累積的跌幅已經不少了 近日來說有少少回穩的跡象 看看股值 以往積來講 19倍的市盈率 忠誠不算特別吸引 不過亦都不算高 老實說 但息率就比較微薄 1.3厘 其實內銀股很多 是5厘6厘接近7厘 又算二線股有很多 都說4、5、6厘 相對北紅來講 息率派上就比較保守 不過不管怎樣也好 近期來說由65.4元跌到低位 50.75元已經跌了很多 這裡說差不多20%又多了 急跌過後 技術上現在進入一個整固等變的急高 相對高台下跌了這麼多 當然可以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反正剛才提到19倍的市盈率 股值不算很貴 不要抱著短炒的心態 如果在這一刻來講 儘量買些 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問題就不大 但補充一句 如果你純粹是短炒 我先說明 真的是短炒的你就要留意 其實上一旦跌穿了 53.5元你就要小心 因為再向下走 可能會試回52或者更加低 不過說來講 都是3、2元的幅度 其實如果你防守性夠強 你可以完全不用理 初步的阻力暫時來講是57元 技術上比較具阻力的關口 應該是59元左右的水平 這個也是50天線所在 我的看法 可以買些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沒有問題 可以嗎?陳先生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的電話 郭Sir,我要問一下 你其實現在的市市是否反復 見到很多投資者 之前以為跌的時候就入了貨 誰知道跌完之後市市又要再跌 股價來說又要再跌 很多時候都集了很多貨 其實現在的心態應該怎樣調節呢? 暫時來說是磁型保財 那當然了 你不要做孖戰 總之拿著優質的股份 你不用管 因為個別股份的下跌 其實不是它本身的理由 是大肆的氣氛所累 還有還有一件事 作為恆指成份股 有時候真的很無奈 好像公行、中行、建行 市況要下行的話 你的股價或多或少都會受到 一定程度上的拖累 如果你說拿貨是比較安穩 而且不是有很大的壓力的話 就磁型保財算數 當然不要再溝通 因為市由低位上升了2,096點 你再溝通的話 不用多 跌回五、六、八點的時間 你的股心就會亂亂 寧願磁型保財 觀望線 直至到指數回到250 甚至是100天線 一段時期才慢慢再作新的部署 都不要緊 現在這一分鐘 繼續觀望 好,謝謝郭Sir 這次問題環節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再跟郭Sir做一個申報 剛剛提及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是今早做 最後一節的問題環節 如果大家還有股票問題 我爭取時間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立即續電郵給我們提問 電郵地址 ASK-BS-Channel.com 稍後再談過